这要过河 看水流 这里相对比较平坦 这个地方水深 这地方泼陡 这个陀峰很有可能磕到我的底盘 但这个地方过去是最安全的 可能大部分选择走这里 这地方好像乱丝淋漓 所以没有车遮硬 看到了吗 这个地方水还挺深 单轮走这里过去问题不大 这个坡相对是符合我车的要求的 就看这个地方 这个水有多深 我单轮骑在这个上面是没问题 这是小碎石 从颜色上看 这个地方感觉水有点深 看不见底下的这个 是什么情况 还好 这里水不深 水不深 没有断石 但为啥这里没有车遮硬呢 孩子可能地面也挺硬的 这是没问题 这里没问题 很硬 没有乱石 石头也比较圆滑 我选择走这里 没风 我飞个无人机 一件讨厌的事情 万事俱备 手机没电 你奶奶 这荒郊野外 现在我人的状态特别好 海拔4800 看那边又下雪了 呼吸正常 整个状态都很不错 昨天状态不行 前天晚上没睡好觉 我去 我这个还 还得拿充电线 好烦呢 好烦呢 那女朋友 你还好吗 鞋上全是沙子 充电线 哪个是啊 这个 还有我的 这个掉了 那妞儿 你怎么不吃饭 没水了 我给你倒水 快下来喝水 用 这就是我被用的抽油的东西 实在不行 我就用这个 我陷了 我陷了 在兜里 我现在要走过去 把一个机位放在那个位置 拍一下 我是 这 这鞋还防水的 从这走过去吧 这里有个大木头 估计也是测水深的 留这儿了 所以一会儿从这儿过来 河道很硬 没有乱石 正好有个标记 正好有个标记 卡在这个地方 轮胎从这儿通过 然后冲上去 我机位就放 放这儿吧 我坐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功通过,没有压力 很轻松,我没有挂低树 直接就过来了 这还有个坡 看一下前面什么情况 原来很平坦 路况不错 刚才那小伙子告诉我 路不好走,应该就是前面的沙坑 还有这里有条河 因为他骑摩托不好过 然后他和他父母在一起 他父母开了一个三轮车 前方道路应该没问题 我就出了木区 那里有个铁栅栏 好,继续走 现在 现在中午十二点半 我到 沙来村 去吃中午饭 现在还不喝 我刚才 我刚才吃了块糖果 走吧 看到这条道路了吗 一旦下雨和下雪 什么都看不见 所以只能晴天走 所以只能晴天走 车则硬很浅 还有乱石 很容易砸摊 轮胎 轮胎没问题 我这路下 应该是往那边走 我看到车就硬了 而不是往这边 真是条条大路啊 通罗马啊 真是条条大路啊 往这边 要换那个牙口 开干吧 倒回去 安妞 没错 就往这条路走 右边这条路 有一条新修的这个路基 哇 这石头太大了 我现在是走的这个辅道 哎 不对啊 前面那坡好陡啊 我要不要从这上上去啊 上主干道吧 不然那个坡太陡了 哇去这个错一把路 看来是刚错过的 啊 这问题又来了 又是一个选择题 哈哈哈哈 左 右 飞无人机 飞无人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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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